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在全球EUV曝光机市场处于霸主地位 与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关系密不可分 荷兰资深记者Mark Hidring花了三年时间深入艾斯摩尔无城市 粗俗揭开神秘面纱 40年前艾斯摩尔创立于荷兰恩和芬 草创时期相当辛苦 1987年台积电成立 艾斯摩尔向亚洲发展 台积电成为最大客户 艾斯摩尔40年来只专注一项产品就是曝光机 相当程度垄断了曝光机市场 блок工机 Fanon well in the case of ASML having having a monopoly is just a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a a hug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a talent investment necessary to to create a machine that's so complex this is a development that took like two decades and there are not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can invest so much money and so much time and talents on just one machine 在地緣政治緊張下,艾斯摩爾是否擔心地位不保? 雖然艾斯摩爾擴大管制曝光機出口中國大陸,傳出中國研發出國產DUV,能生產8奈米及以下晶片,突破封鎖。 如果是否超過中國社會使用來晶片,這就是最好的冒険器給中國工人提供自己的技術工人提供自己的技術工具。 我猜你應該可以跟華為的效果,華為被推動了。 美国要求盟友加码对中国实施金片禁令 艾斯摩尔深陷美中科技战核心 在美国的压力下选择站队 反而给中国大好机会发展自己的系统 长期来看这项出口管制产生反效果 可能威胁艾斯摩尔的独占地位 TBS新闻综合报导